第179集 初晨的第一抹微光给土黄色的山坡撒上一层清灰的凉意 将士们的悬色铠甲蒙起了浅浅白雾 或不宜从甲妹中醒来 见彻夜抱剑守候自己的侍卫面露皮色 便让他也去歇息会儿 昨夜 他们奋力及持了两个多时辰 终于在天亮前赶到王延基所说之地 田朔要截杀次日经过的太子一行 他们就埋伏在田朔可能设伏之处的上风口 安顿好一切后 甚至还能休息半个时辰 以医代劳地等待田朔 或不以府一走动 发觉自己尖头沾湿一片 抬头看见头顶湿润的树叶时 微微一笑 他想起五年前的初春那晚 当时离他的婚期不足一月 女孩坐在栽满红绫花的窗边 粪笔集书 他立意在出宫备价前写完功课 已经累了好几晚了 他站在不远处的花树后 静静望着自己心爱的女孩 任凭沾着露水的花瓣落在尖头 那也是他决意动手的一夜 他知道自己一旦开始布置 就再也回不了头了 宫灯冲冲 宫廊深深 他在光影斑驳的暗夜中缓缓走着 庭院中花香浓郁 时不时传来小宫壁的嬉笑声 恍惚间 他仿佛回到了童年 那时 他何家美满 掌兄俊秀英武 白袍银枪 不但是一元吕金血战的少年将军 还是满城小女娘的梦中郎君 刺兄力大无穷 最爱抱着自己抛街玩耍 三兄才刚十岁 却已能双臂开弓 力无虚发 长姐温柔贤淑 已备好了精致的嫁衣 刺姐机灵爱笑 还有威严的父亲 慈爱的母亲 然后 他们都没了 只剩下他一个 日复一日 啃视着刻骨的仇恨 在绝望与孤寂中等待复仇 后来他慢慢打听到 亲人们的死状 掌兄立战而亡 被一幅砍去了头颅 次兄被信任之人暗任入腹 三兄万箭穿心 母亲和两位阿子 为了不受凌辱 自尽而亡 当时他满心想着 该了结了 从他六岁开始的噩梦 该了结了 正是在这样浓烈的恨意下 他才决意奋不顾身 铤而走险 如今想来 当时的自己 像是着了梦眼 满心都是孤注一掷的疯狂 可是 难道父母兄子 会愿意他拿自己 去换灵世兄弟的狗命吗 他们不配 父亲以前是怎么教导他的 人行正道 鬼碎才走邪路 任凭烈火焚身 也不能失去本心 并且光明 再大的恨意 都不值得以自己为代价 那个女孩曾说过 他很重要 少主公 赤后来报 他们离此处不到无礼了 张善上前抱拳禀报 霍布宜反问 派去截住太子殿下的人 有消息了吗 张善说还没有 霍布宜折了下眉心 然后淡然道 把大伙都叫醒 听号令行事 不许妄动 张善领命而去 从马背上 拿下心爱的兵器 如凤凰斩一般的流金战戟 在晨光下绚烂无比 霍布宜轻轻抚摸上面 隐犯血光的名文 神兵有灵 隐多了敌寇之血 自会凶器四溢 他记得自己第一回上阵杀敌 还是养父御驾亲征时 当时 皇帝紧张地看着自己亲手 抚养长大的青瘦少年 领命出阵 掩饰不住的满脸忧心 豫仗中 众臣还以为前方军情不妙 五年前 当皇帝知道他的所作所为 满脸痛苦之色 当时 他心中冷硬麻木 直到流放在外时 才想到养父心中的苦痛 怕不比少伤轻 皇帝在自己身上花的心血 比哪个皇子都多 如何排兵不振 如何诱敌入骨 如何不齐配合作战 都是手把手交的 难道就是为了让他给灵老狗陪葬吗 张善安排一切后悔来 看见霍布宜看着兵器沉默不言 十分善解人意的上前进言 少主公是在忧心小女君吗 您放心 有阿飞跟着呢 绝 不 会 有事的 或不宜瞥了他一眼 戏道 这是自然 你不是偷偷吩咐阿飞 一看情形不对 哪怕把人打晕了 也要带他逃出来吗 自己这位心腹 看似老实木讷 实则花花度长不少 张善善善的 原来少主公都知道了 或不宜抬头望向日出的方向 微笑道 你放心 我等今日之战 必能大获全胜 等回去 府里就该筹备喜事了 女孩总说自己生来倒霉 其实自己又何尝不是 小小年纪就家破人亡 不过他此时有一种直觉 他俩的厄运到此为止了 以后 他们会脾及泰来 一生平顺 相守到老 出生的日头爬至山顶 温暖柔软的金色青灰 落在青年将军身上 他锐利的目光 高大的身影 淡然的神情 给了后面将士莫大的信心 尤其是其中的五百精兵 都是久经血战之事 在祸不一挥下 不知战胜过多少强敌 据是坚信 此战也不过是给年老哥儿孙们吹牛时 添上一笔弹资罢了 陈希同样照到下方道路上 作为伏击的一方 田舍竟然此时才带着军队姗姗赶到 看着下方吃饱喝足 尚且睡眼惺忪的队伍 上坡的扶军均露出不屑的笑意 怀有同样忧虑的 还有下方队伍中的一名紫面大汉 他脸上还有一片烧着的疤痕 作为跟随公孙县亲临战阵的老将 他忧心忡忡道 公子 我等此时才来 也不知前方情形如何 哎 我等实在应该昨夜就赶来的 田舍骑着高头大马 得意洋洋 你怕什么 细作不是来报过吗 照那狗太子的矫程 今日中午才能到此处 我们现在赶到 有几个时辰布置陷阱 不是刚好吗 紫面大汉无奈 他对公孙县忠心耿耿 当田朔说 要为父报仇时 他本是满心同意 但后来根据王延基的计策 一步步闹到这般田地 他却生出一股不安 引诱使心叛乱的 那笔巨大财宝 是公孙县穷尽一生积攒的 原是为了保证爱子一生衣食无忧 煽动徐州各郡的豪族 激烈反抗杜田令的暗庄 组织近千人马的冰屑粮草 都是他苦心故意多年安排下的 竟可保田朔将家族发展壮大 于豪族世家中获得一席之地 退可保他逃之夭夭 在滇南吐司或塞外禅玉处 获得有力庇护 公孙县一生阴险歹毒 害人无数 但对田朔母子却是一片真心实意 然而 当田朔为了完成截杀太子的布置 宁肯放过杀害老主人的凶手之子袁慎时 紫面大汉隐隐察觉 小主人对惨死的老父并不如何牵挂 但是 他还是得遵循老主人的吩咐 尽力护住田朔 紫面大汉望向身后行走松散的队伍 愈发忧愁 他见过精锐行军时的样子 如今他们看似人多势众 但其中一千人是临时组织起来 不过草草训练了数月 之前在密林中包围原师不取 寡重悬殊的情形下 依旧打得手忙脚乱 最后还得老主人亲自训练的五百死士出马 才打垮了原家 逼其投降 相比战力 更让他担忧的是军心 虽说眼前这帮亡命之徒在财博与虔诚的许诺下愿意死战 但其实不少人都心里有数 如今天下大事已成 在中原腹地行此大不韦之举 恰似在汪洋大海中堆心点火 便是偶然密得良机 最终也难成气候 待会儿与太子一行激战起来 若是轻易取胜就罢了 但若是久战不胜 需要以命相搏呢 到了最后关头 别说这一千人 就是那五百死士 真正愿意给田硕当肉盾的 也不知能有多少 毕竟人走茶凉啊 正当紫眠大汉心中乌云密布 前面忽然有人大喊 那是何乌 他连忙抬头去看 只见上方山坡闪烁着冰冷的寒光 然后漫天的银色丝线 飞一般地飘了过来 他心头一颤 厉声大叫 是剑雨 前面有埋伏 快扶倒 然而已经晚了 剑簇借着顺风迅速落下 田硕的人马 虽有迅速举起盾牌抵挡的 但也有相当的数量 在猝不及防下被射中身体 顺时间 哀嚎怒骂冲斥周围 紫眠大汉咬牙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他知道 己方已经落入陷阱 立刻让心腹放出信鸽 事已埋伏在郭村的暗线 赶紧放火 同时指挥队伍奋力抵抗 三轮过后 几千只利剑射完 田硕的人马 虽然死伤过三成 但剩下的部署也松了口气 当他们打算返冲山坡时 头顶上忽然出现几十枚高高抛出的黑色原石 起先他们还不明所以 然而随即炸开的爆裂冲击力与火焰 立刻将视材的哀嚎 扩大了十倍不止 田硕惊慌失措 连马都勒不住 这 这是怎么了 我们该怎么办 紫面大汉沉声道 公子不必惊慌 我看对面人数远少于我 带属下整顿阵型 反击回去就是了 说着 他一面 让心腹贺令阵行 一面让几十名 醉死心塌地的死士 护着田硕 让哭爹喊娘的部署镇定下来 紫面大汉开始号令反冲 呼觉左右两面的山坡 传来隆隆踏提声 抬眼看去 只见山坡上冲下两队凶猛的重装起兵 起兵加上马匹的重量 加上急迟过来的冲击力 让人感到大地都在阵战 不等众人反应过来 全副武装的黑甲骑兵 有如重锤 砸入柔软的腹部 冲散了紫面大汉刚排不起来的阵型 骑兵中 一名悬甲将军长身尽力 挥舞着一把灿烂若惊的巨大兵器 周遭无人能抵其一己之力 宛如天神将士 烈烈朔风中 只见此人长眉乌发 骁勇英俊 正是祸不宜 一力破千巧 在这种绝对的恐怖力量面前 便是擅长用绳钩刺杀的死士 也难有还手之力 然后 山坡上又冲下许多部族加入战团 三五城镇的围住田朔人马 其实只是驱退敌军并不难 麻烦的是 这群亡命之徒散则成匪 极可能一害乡里 残杀百姓 或不已有心全奸 只得不停地来回包抄 不断堵住他们逃散之路 人一旦没了退路 反而凶悍起来 于是两边陷入了死战 这时 不远处的村庄 冒起冲天火光 烈焰腾起滚滚黑烟 仿佛将天际都熏成了墨池 田朔见识大喜 让紫面大汉赶紧护着他仙桃 或不已看见远处的冲天大火 心中大恨 果然最担忧之事还是发生了 一时间 素来果决善断的他 也忍不住迟除 是继续围剿田朔 还是先去救火呢 正当他犹豫不决 山坡后忽然冲来另一支队伍 人数约莫两三百 正是程少公东拼西凑起来的香涌 不过这些香涌 不曾经过正规训练 轻率加入战团 反而容易坏事 弄虚作假 是神棍的看家本领 少公索性下令 将树枝拴在马尾后 在四周扬起层层尘土 远远看去 倒似有几千人马 果然 见此情形 原先赋予抵抗的反贼们 心慌意乱 打得头昏脑胀之际 他们也无法分辨真伪 随着此起彼伏的惊呼 不好 他们的援军来了 快逃啊 我们完了 紫面大汉再有微信 也无法喝令他们组织阵型抵抗了 此后 便是单方面的歼灭与投降了 霍不宜在马背上左批右刺 忽见一群精锐的死士 忽着田朔往外冲杀 他谋色一沉 当机立断 策马奔到他们跟前 田朔怒吼 霍不宜 你我无冤无仇 你不赶着去救村民 非要置我于死地不成 他还不知道 少商也在那里 不然估计能喊得更卖力 霍不宜面沉如水 冷冷道 告诉你几件事 李氏乌宝下面的地攻他了 王妍姬死了 田氏乌宝正在被官府彻底清查 还有他每说一句 田朔的脸色就惨白一分 最后 他朝那名彪悍无比的紫面大汉 击窍一笑 你的老主公 不是原配杀的 紫面大汉的瞳孔瞬间收缩 杀气机遇破旷而出 霍不宜仿洞悉心机一般 看着他一字一句道 是我杀的 我将他生擒后 断其四肢 斩其头颅 剖其心肝 祭奠被刺杀的两位大将军 在天之灵 紫面大汉 雅自欲裂 怒吼一声 我等受主公大恩 此时不为主公报仇 更待何时 来啊 随我杀了他 然后疯了似的 向霍不宜冲去 随行的死士 速来以他马首是瞻 再没人管田硕死活 纷纷冲杀而去 此事正中 霍不宜下怀 身旁的侍卫训练有素 迅速分作两路 一路护在霍不宜身旁抗敌 一路绕到后面 轻而易举地生擒了田硕 几个来回后 霍不宜看准对方破绽 凝神沉气 一记劈空斩江子面 大汉立斩马下 此后 反贼们群龙无首 迅速被围奸擒拿 霍不宜留下人手善后 迅速奔去郭村 饶是张善一直在旁劝伪 他依旧心慌意乱 好容易赶到郭村 只见伙事已被扑灭大半 或不宜挡开一路跪地磕头的村民 最后在人群中捞出满身灰土黑不溜秋的女孩 当着这许多人的面 一把将她搂进怀中 周围的百姓与不取门见状 便是疲惫与烧伤在身 依旧放声大笑 自来 保家为民 英雄美人 总是千古传颂的 风平浪静后的次日夜晚 徐玉两周交界处的广阔平原上 布满了星星点点的营帐 西侧的一处伤兵营内 你别哭了 又没烧在脸上 哭什么哭 张善大马金刀地坐在榻前 手上包着橘子 我又不是哭这个 梁秋飞躺在榻上 敞开的胸口 涂满了烧伤药膏 我对不住少主公 对不住小女君 都是因为我 少主公才放过洛继通 差点酿成大错 积存在他心中许久的溃毁 终于在伤后爆发出来 张善包出局半 塞了两片在梁秋飞嘴里 这不是没事吗 还让少主公有油透 提前去见小女君 这回你又舍身救了小女君 少主公再不会怪你的 嗚嗚 是我有眼无珠 以为洛继通是端庄贤淑的好女子 哪怕少主公说了她的所作作为 我还以为她有苦中嗚嗚嗚 梁秋飞含着橘子 哭得梁花带雨 张善曼条斯里道 说到底 还是你们兄弟俩 还是你们兄弟俩见女人太少了 少主公自己过得清新寡欲 没有半点烟火气 你们兄弟俩也跟出家修道了似的 阿琪好歹还有四个红颜之急 你怕是连女娘的手都没摸过吧 别提那四个红颜之急了 别怕 日后兄长我带你去见见世面 什么中原的娇娘 西域的舞女 南岳的歌 我不去 打死也不去 你这不正经的家伙 给我滚出去 南策大营 你们俩别叹气了 有什么好叹气的 楼里是被蒙在鼓里 我出来时 堂子也好好的 成少公快乐地啃着何昭君藏在地窖的蜜桃 这季节能吃到仙桃 可不容易 楼瑶叹道 你少吃几个 当心负账 搬家愁眉苦脸 你知道什么 现在外头乱作一团 泱泱烟能毫无所闻 他大着肚子 受了惊吓可怎么办 我也是 楼瑶道 哎 原以为这回立了些威功 以后 昭君能少发些愁 如今事情揭穿开来 王延基是从楼里处 知道你们的行踪 难免让人心生怀疑 你们两个吃饱了撑得瞎操心 成少公喜滋滋的 又捧起一只桃子 你们要是心里放不下 不如我替你们补一挂 还是算了吧 书上说要不敬鬼神敬苍生 我 我也算了 泱泱说 你的挂石灵石不灵 不如不算 成少公大怒 你们不愿意就算了 楼瑶赶紧换话题 说起来 你也老大不小了 就算不肯成婚 也该举业了吧 成少公放下桃子 也叹道 等鸟鸟嫁人后 我打算出门走走 去看看大好河山 见识见识风土人情 到时候我就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了 现在嘛 全无头绪 不如你给自己补一挂 搬家怯生生的 成少公 东侧大营 你到底要躺到什么时候 少商已经问过你好几回了 或不宜坐在病榻前 不悦地看着榻上病人 袁胜全身酸软 奋力蹬回去 我饮你家汤药了吗 吃你家粮食了吗 你叙叙叨叨什么 或不宜道 虽未吃用我家的 但你累得无腹牵挂了 袁胜捂着自己低烧的脑门 是少商让你来看我的吧 你告诉他 我没什么大碍 倒是太子殿下 得赶紧回都城 还用你说 霍不宜道 行了 我回去了 慢着 袁胜忽然叫住 即将出账的霍不宜 有件事我要告诉你 他撑着胳膊 费力地从床榻上坐起 霍不宜放下账帘 驻足等待 五年前 你被流放了 少商则大病一场 这你知道吧 袁胜牢牢盯着他 霍不宜垂下眼睫 滴滴道 我知道 那时 我常去看他 但他成日昏迷不醒 他倔得很 多数时候都咬紧牙关 多难受 都不哼一声 袁胜神情低落 有一回 他眼着了 嘴里说起了胡话 他看向门边的高大青年 他在梦中说 你带了我去吧 别撇下我 一人孤零零的 要死 我们也死在一处 别丢下我一人 霍不宜搭帐连的手指 微微发颤 袁胜继续道 这话少公也听见了 是以他一直 不赞同我与少商的婚事 也是听了这话 我才明白 少商心底的真意 你说对了 少商看着机灵 其实傻得很 自己的心意也弄不清 霍不宜忍气 你为何不早说 还执意要娶她 袁胜疏地躺下去 拉过被褥 裹连头连脑地裹住自己 我为何要说 难得有机会 娶到自己心爱的女子 凭什么要我高风亮节 成人之美 等过上几十年 我与他儿孙满堂了 他心里就只有自家人了 你不过是他少年时的 一段老故事罢了 霍不一气的胸膛起伏 从被褥中 传出袁胜轻轻的化声 其实说与不说 结局还是一样 他终归放不下你 我一直以为 少商与我很像 其实我错了 因双亲之故 我深艳情深似海 致死不渝这种事 我自小认定 太过深知的情意 是利润 是剧毒 会拖累大好前程 会消磨雄心壮志 夫妻嘛 相敬如宾就好 可少商不适 他常说 自己凉薄自私 可是不经意间 又会感慨如万太公 与万老夫人那样 哪怕只有短短十余年缘分 也不往来人世走一遭了 你们才是一样的人 中军大帐的北面侧营 太子休息处 殿下三思啊 一名东宫蜀官大声谏言 如 金抗乱夺田的大姓兵长还未肃清 蜀军叛乱还未平定 殿下不宜 在外久留 赶紧回都城要紧啊 正是 另一名大胡子辽臣也附和 殿下绝不可在外继续逗留了 太子冷着脸 愤恨道 姑原本打算走访的几处尚未走完 区区几个公孙氏余孽 就想让姑落荒而逃 休想 这怎是落荒而逃呢 东宫蜀官交集道 殿下是千金之躯 千一发而动全身啊 殿下不要置气啊 辽臣的胡子都快被自己拽掉了 姑不走 姑决一不走 如等休要再说 太子冲两名心腹发了痛脾气 一转眼看见抱着石龙缩在一角的绍商 冷声道 怎么 你也来劝姑回都城 不等绍商张嘴 那位东宫蜀官忙道 成功令欧布 成娘子 你快劝劝殿下吧 那位大胡子辽臣也道 不如请霍侯来劝殿下 两位大人稍安勿躁 绍商满脸堆笑 从石龙中端出一碗汤 殿下连日劳累 不如先用碗补汤 天天元气 磨刀不误砍柴弓 殿下保重身体 才能四处查访啊 太子不接汤药 瞪眼道 外面说我暴力狭隘 对豪族官宦刻薄寡闻 很多人都恨我 你都听说了吗 那可不是 绍商笑意盈然 蛇灿莲花 殿下要是啃赏他们更多的土地 更多的奴仆 他们定对殿下歌功颂德 若这还不够 再将半壁江山送给他们 他们必会将殿下当祖宗了 如今的事情 说白了 是朝廷与豪族 争夺天下的人口与土地 说两句坏话算什么 他们不造谣 殿下是三个鼻子八只眼睛的鬼面恶煞 就算客气了 东宫蜀官与辽臣都笑了起来 太子烧脸怒气 结果那碗汤药 一饮而尽 他看着绍商 又道 父皇有意让子圣任一周之墓 去地方上历练几年 姑怎么听说子圣不愿意 是不是为了你啊 姑听闻你一天到晚 想找个清净地方 去捣过火油暖房什么的 子圣莫不是为了你想退饮朝堂 姑可告诉你 付到人家的相夫教子是本分 不许托男人后退 少商连忙喊冤 这谁说的 冤死妾身了 殿下明见 这纯属无稽之言 废话 或不一上不满三十 就要当周末这等级别的封疆大力 怎能不推辞一下一丝一丝 他见太子眼如同龄 连忙放柔语气 殿下呀 您想 妾身自来 受惯了荣华富贵 怎么熬得住荒山野岭的倾苦 殿下放心 只要殿下用得着 或大人定然誓死追随 别看他对妾身还是山盟的 其实在他心中 殿下比妾身重要多了 其实或不一还真有逍遥山河的想法 但他知道 这日子还远得很 太子想起五年前那场动乱 或不一为了扶自己 登上储君之位 连最心爱的女子都顾不得了 顿时得意之情油然而生 怒气消散大半 然而不知为何 他感到一阵困顿袭来 扶着额头道 姑 姑怎么觉得有些发困 少商一脸热切关怀 殿下连日操劳 疲惫非常 这是泪尽上头了 这位皇门大人 赶紧的 快扶太子到后头请张歇息快快 太子被两位宦官扶走 三人在后目送 那位东宫蜀官贤贤道 成功令 那碗汤要 少商依旧维持着甜笑 那是安神汤 宣娘娘后来老睡不着 喝这个醉管用 除了安睡 别的坏处一点没有 大胡子辽臣道 谢寒上说 陛下的使者与大岳侯已经赶来了 不日就到摇县 到时 咱们将太子殿下往那两位手里一交 就算克尽职守了 少商转过头来 我可先说好了呀 回头太子责罚切身 您两位要替我说情 不然以后别说我亲手酿的好久了 我还要说 这主意是两位大人出的 两位大人连连苦笑 心想有祸不宜在 太子对这成小娘子 最后必然是高高举起 轻轻放下 能责罚出什么话样来 于是忙不迭的答应 料理完中二太子 少商开开心心的从营帐中蹦跋出来 不妨祸不宜正站在帐外 她愣了下 而后心虚道 你 你听见我是才说的话了 或不已横了她一眼 表示全都听见了 你来得正好 我有话跟你说 少商想起仪式 笑咪咪的拉她往远处走去 这晚月色正好 夜幕如断 微风清冷宜人 两人走离人群与营帐 在一块巨大平坦的山石上坐下 少商从袖中取出遗物 拖在白生生的掌心 笑问 你看这是什么 或不已扫了一眼 看见熟悉的细线团 顿时有些不大自在 少商轻叹 你将它缠在手腕上这么多年 我看过摸过不知多少次 却愣是想不到这是什么 以前老有人说我不学无术 我不服气 现在想想 这话还真没说错 或不已俊美的脸庞微微发红 反问 现在你想出来了 少商悠悠道 也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若非那夜你在地宫中 猜测李阔夫人没死的那句话 我还不知要傻到何时呢 或不已低头不语 这是琴弦 少商将掌心的细线缓缓拉开 凝视身旁的男人 而且 这是少商贤 对吗 或不已向女孩深邃凝目 眼波温柔 对 那时 我总担心 与你情深远浅 将来不免分离 她接过那根琴弦 熟练的往自己袖口绕去 单手术弦 居然也能轻易缠好 显然是不知缠过多少遍了 后来 我们果然添个一方 她看着自己袖口的琴弦 难以悲苦之意 看着她 我方觉得 心中还有一处是热的 少商静静的看着她 良久才道 阿征 今夜我要说的是 另一件事 一句我许久之前 就该跟你说的话 或不已转过头来 认真听着 深秋的寒气 让人脾肺清朗 广阔寂静的中原旷野 仿佛一座 用粗糙原石气垒出来的 萧瑟神殿 数千年如一日的 供奉着 尖末古老的神志 繁星满天 深蓝色苍穹 宛如坠满了宝石 美得惊心动魄 阿征 你身负身 仇大恨 却依旧能够淡薄人善 心怀光明 你过世的双亲与兄子 在天有灵 必以你为傲 阿征 这些年来 我做错了许多事 伤过你许多次 可是你从未对这人世间的真情 心灰意冷过 你至情至性 心如赤子 是天底下最好最好的男人 阿征 能遇上你 我三生有幸 或不已感到一种近乎疼痛的喜悦 然后 他吻上了那双似有水气阴暈的至爱双眸 全文完结